好 我們來看 那個王偉陸在的第七個字 文 那我們來看這文裡面 尼寬站是沒有這個字的時候 那我們要去組合它 當然首先是外面這個門 尼寬站裡面有兩個字 一個是紅 一個是缺 那這兩個字最大不同 當然就是裡面這個缺 裡面東西比較多 那比較多當然就是 整個上面這裡就寫小一點拉長 然後呢 如果說 比較小的當然就這樣 這變大 這必然的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這邊 這裡沒有把裡面去掉 直接看 那我們當然是選用 比較適合右邊的 那當然不可能每一次會寫到 那個剛剛好那個大型 那個感覺剛好一樣 但是就是它稍微長一點就對了 兩邊大概要對稱 對稱 那左邊一般都會重一點點 右邊比較輕 但是適當的感覺 然後這一個 門的重點就是要 大前提要一個這樣凹的感覺 這是必然要的 然後斜度要做出來 然後它的筆順呢 我們再複習一遍 是這樣 這樣這樣 然後過來 尼寬在是這樣倒勾的 比較少這樣子 但是它就是這樣寫 我們就照著寫 那其他的筆法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邊裝飾 裝飾 塑化有時候輕 有時候重 不一定的組合都可以變化的 但是記得要有彈性 然後我們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的耳 沒有耳朵的耳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這一個 這裡是 電塔聖教序的 這是九成功的 然後 差不多一個是 就是停下來 一個是有打勾 或者用尖的都可以 那我比較 建議用尖的 因為這裡是鈍的 那用尖的比較 視覺上比較有變化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看我以前 寫的這個 大概參考一下 等一下 寫還會有幾種 不一樣的變化 那首先呢 分析跟剛剛那個 對比一下 一樣 就是 這樣一個凹 的感覺 那凹前可以重一點 可以輕一點 這 都可以變化 重就是裡面 整個都要 稍微重一點 那輕呢 就是整體性的 那再來 左邊有說 稍微偏重 也不用那麼重沒關係 但是視覺感覺不要差太多 裡面的耳 我用 這個是 用旋針 也可以催入 甚至這裡可以短一點 讓它長一點 也都可以 不一定 唯一一種寫法 所以我們來 再寫一下 這個 再 這一個 再稍微寫一下 然後看看 有幾種變形 我們來試看看 來 好 那所以 首先呢 這 寫這一個 要 尼寬站本身 就要稍微熟悉 因為這有點難度 這個字本身難 而且我們現在講的是 稍微再做一種 教大家怎麼去組合 沒有的字 所以 不可能初學 就直接這樣寫 好 那我們再 強調一下 門的寫法 差不多 左邊 再切 可以切得重 切得輕都可以 然後這裡一定要有一個弧度 要一個彈性 最外 最稍微往外挑 然後當然這個可以重 可以 有時候這個可以重一點點 然後短一點點 好 就看情況 好 那這邊呢 入筆可以 輕或重 都可以 這不會影響太大 好 這裡稍微重一點點 那左邊呢 它經常使用一個 短點的形式 對照一下 剛剛的 那挑起來這連續動作 這裡也是有一個裝飾 然後一定要跟左邊 這形成這樣 橫畫之間的一個對應 然後這樣 上來 要對好 然後加壓 這右上角 然後擺動 記住要往外 這樣整根 這整個字才會穩定 這是很重要 甚至可以再低一點點可以 真 那我剛剛說的文字裡面 這耳朵 比較長 所以這稍微拉長一點 如果是別的字 比如說是 比如裡面是尖 日 那就不用那麼長 沒關係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間隔上要 這裡的間隔 跟我們這耳朵的間隔 當然不用 我不是剛好這麼長 不用 間隔不要那麼低 所以可以高一點點沒關係 這視覺上 就不會那麼差異性那麼大 高一點點 好 如果說 剛好要寫到那麼長 就要再低一點 然後正中央 稍微胖一點點 好 不然會這邊 左右兩邊太空 那這耳朵的寫法 當然可以 如果用勾是這個順 如果 是要 旋針的話 就 最後一筆 這個 筆順也要小心 然後再來 這個要 就要長一些了 擺動 帶過來 連續動作 我們說這可以拉長一點 好 跟剛剛我們的不太一樣 那這樣的間隔呢 當然 不用像這麼寬 因為 這裡視覺上 不是這裡排得很整齊 稍微擠一點 或者這裡點小一點 視覺還不會差太多 當然你如果要寫到一樣 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我們來 稍微換一點點樣子 就是說 我稍微加重一點點 像 剛剛這個 缺 缺著重一點點 那整個視覺上就會不太一樣 然後 我寫 重 加重 好 那 這裡 筆畫就加重 這時候呢 就用在 我們 你需要 比較厚重的感覺 好 這個 有時候就是 上下的關係 好 不能老是這麼輕 那 這時候呢 厚重的感覺 好 這筆法都差不多 但是我就加重 這段 擺動也要做出來 那這個我就 比較 鈍一點 這樣 厚實的感覺就 比較多一點 好 就 這兩個味道就 差異性就可以很明顯的不一樣 但是 都是屬於 你寬讚的味道 這大家在 組合的時候 可以往這方面去思考 就是 它的變化